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波子菜它不授予食材的限制 它取材非常的广泛 冬天的话做风干系列 风吹牛灯辣干净的菜也就是波子菜的一种 既是一个菜 它也是一个汤 它也是一个火锅 大司的菜家常的味 我是蔡明华 风吹肉我们那边也叫腊肉 把它腌好了之后 就挂在那个糖菇里面 自然的风干 风干的过程中 它会产生一种很特殊的香味 我们做这种风吹系列和腊肉系列 一定要烧 这样就搞点温水 泡个十分钟 让它泡软 再把那个黑的瓜料 肉皮它又变厚了 并且我也切了洞 淘两道水 腊杆子 这个也和风吹肉的原理也是差不多 烹饪之前我们用盐水泡的原理主要是给它拖盐 用温水洗干净之后把它切片 一定要均匀 切完了之后就用那个大盐水去泡 照温水不要让它规温 水里面有盐分的时候 它和食材里面的盐分要结合了 它就更容易把盐给泡出来 锅里面就放点那个菜籽油 把那个肉啊 一定要煸焦 微微的起卷 放一点点那个桂皮 一定是那种薄桂皮 香味啊 还是比较纯的 煸香了之后 我们就放一点点那个豆瓣酱 炒香一下 那小火慢慢的煸 煸的稍微有点微焦的时候 再放高厂去炖它 做脖子菜 它一定讲究的就是火候 一定是大火手指 把辣杆子放下去的时候 火可以稍微调小一点 加完辣杆子之后 加点那个辣椒面啊 放点酸头啊 放点本质的那种乳青酸啊 搭配一下颜色 再调点那个胡椒啊 调点味道 基本上就可以出锅了 这种菜 你先吃里面的主要的食材 到最后 汁水就比较容易的 这个时候酸菜 也可以让人火锅 大色的菜 家常的味 我是菜鸣华 欢迎大家来河南品尝 长得多吃菜 风车更辣杆子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